除了有中秋节的烤肉、吃月饼、品尝文丹佑之外 接着中秋连续假期三天的交通状况 我们带你到南区 中秋节连续假期即将来临 玉利警分局为了维护玉利、复礼、卓西南区三乡镇的交通顺畅 将从9月9号起一连三天依据侠内交通状况 做滚动式的交通管制 尤其针对易拥塞路段、编排交通疏导 以及车俗机查 确保中秋节的交通安全 随着中秋节脚步的接近 台九线人车潮也逐渐增加 为了维持华临南区玉利、复礼以及卓西三乡镇 中秋节连续假期期间的交通顺畅 玉利警分局早已规划编排相关交通疏导 并依照辖内交通状况做滚动式调整 9月9号至11号三天为本年度的中秋连续假期 本轮局预估会有大量游客进入 因此在人潮及车流汇集的处所将编排交通疏导请勿 另外对于笔直以及易照式的路段也会加强撤照 避免游客因撤速过坏造成事故 交通组长陈伟杰也特别提醒 请用路人行进台九线大雨路段到路透框工程工区 请小心减速慢行 另外针对辖区易用塞的路段 如大雨国小、无江安通路口、东里大庄、竹田等路段 实施交通疏导 同时为了防治游客车速过快 再廉价持续编排车速座围 确保行车安全 另外也宣导9月份为交通安全月 在行进路口时车辆及行人都必须互相离浪 以建筑南区良善的交通环境 最后本分局预祝各位游客中秋加全愉快 9月份起为全国交通安全月 玉立分局分局长温基辛也呼吁返乡过节的游客民众 请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此外国内疫情再升温 也请大家做好自我防疫 过一个无独安全的中秋团圆假期 记者是玉兰玉立正采访报导